尔诸赵 字万人 荣从子也 少肖猛 善其射 守格猛兽 绝结过人 树从荣游猎 至于穷颜觉见人所不能升降者 赵先知 荣以此特加赏爱 认为爪牙 荣曾宋台使 见二路 乃宁赵前 只寿二剑 曰 可取此路供今时也 遂亭马够火以待之 额然赵获其衣 荣欲金花 使人则赵曰 何不进取 仗之五十 后以军功除平远将军 步兵校尉 荣之入落 赵监前锋都督 吉孝庄吉作 特除中军将军 金子光禄大夫 右甲萧綦将军 剑兴太守 寻除史池杰 车继将军 五位将军 左光禄大夫 都督 尹川俊开国功 十一千二百户 后从上党王天目讨平行稿 吉元昊之屯于河桥 荣浅赵与贺拔胜等 自马主西夜度数百旗 袭击昊子冠兽 秦之 右近破 安丰王延明 昊于是退走 庄帝还宫 论功除散其尝试 车继大将军 车继大将军 宜同三司 增益八百户 魏焚周赐使 负增益一千户 寻家世忠 票其大将军 又增益五百户 吉尔诸荣死也 赵自焚周律其聚进阳 元叶丽 一 受赵大将军 绝为王 赵与世龙等定谋公落 赵岁帅众难出 进达太行 大都督原子宫下都督十五龙开磊将赵 子宫退走 赵青兵被盗从河梁西涉渡 演习惊异 仙世 河边人梦神为己曰 尔诸家玉渡河 用尔作磊波经令 为之缩水迈 月于 梦者死 及赵至 有行人自言之水浅处 以草王王表叉而倒到烟 忽施其所在 赵岁帅 赵碎策马射渡 逝日 暴风谷怒 黄尘掌天 齐寇宫门 宿未乃绝 湾宫玉设 袍波弦 使不得发 一时散走 地步出云龙门外 为赵其所值 忧于勇 宁佛寺 赵扑沙皇子 侮辱飞嫔 纵兵鲁掠 亭落寻鱼 先令 先令 卫送庄帝于晋阳 赵后于何梁监月才获 遂害帝于三集四 二 初 赵将向落也 前使昭其宪武王 玉与同举 王时为靖周赐使 卫长使孙藤曰 臣而伐君 其逆已甚 我经不枉 彼必至恨 卿可往生无异 但云山属未平 今方公讨 不可伪之而去 至有厚忧 定属之日 当阁何为犟角之事 如此抱之 以观其去 藤乃亦赵 及之于并周大谷 俱身王言 赵书不悦 且曰 海白高 凶 地有吉梦 今段之行必有刻获 藤问 王问如何 赵达曰 无比梦无王父登一高堆 堆旁之地西街耕熟 唯有马令草猪往往犹在 无父问言何故不拔 左右云间不可去 无父故我令下拔之 无首所至 无不尽出 以此而言 往必有利 藤还俱报 王曰 赵等猖狂 举兵犯上 无经不同 猜忌成矣 事不可反是耳珠 今也难行 天子列兵和尚 照尽不能度 退不得还 无成山东下 出其不易 此图可以一举而擒 伯儿 赵克经师 孝 庄幽直 都督未景从赵难行 以书报王 王德书大经 赵藤氏之曰 轻可持亦亦赵 事已夜赫 密官天子今在何处 未随赵君府 未别送进阳 托其送病 轻宜迟报 无当于路邀迎 畅大意于天下 藤辰夜屈迟 以玉帝于中路 王时律其东转 闻帝已渡 于世西环 仍与赵书 臣其福获 不遗害天子 受恶名 赵怒不纳 帝岁报崩 出 戎继死 庄帝赵和西人和斗灵不翻等命席秀荣 赵入落后 不翻兵是甚盛 难逼静阳 赵所以不暇流落 回师 欲知 赵虽消果 本无策略 平为不翻所败 于世不乐是马 谋出山东 令人平征县五王于靖州 乃分三州六镇之人 令王统领 既分兵别营 乃引兵难出 以必不翻之锐 不翻至于乐平郡 王与赵海桃破之 斩不翻于秀荣之石谷山 其众退走 赵将数十其一王 通夜燕隐 后环迎昭王 王之赵南信 未能显世 江玉一之 临上马 长使孙藤千一而止 赵乃阁水则骂藤等 于世各去 王环自香园东出 赵归晋阳 及前费帝立 受赵史迟节 世中 都 都中外诸君氏 驻 驻国大将军 领军将军 领左右 兵州赐史 监路尚书氏 大邢台 又以赵为天助大将军 赵魏仁曰 此事书赴中官 我何感受 遂故此不败 寻家都督十州诸君氏 世袭并周赐史 其现五王之客因周也 赵宇仲远 杜律约共讨之 仲远 杜律赐于阳平 赵初景行 屯于广阿 仲昊十万 王广纵返奸 霍云士龙兄弟谋遇害赵 傅元赵与王同图仲远等 于是两不相信 各至猜疑 徘徊不尽 仲远等 平使胡思春 赫拔胜罔欲之 赵卿 其三百来救仲远 同坐牧下 赵姓粗广 亦色不平 首无马鞭 长孝宁望 身宜仲远等有变 岁驱出池环 仲远浅春 盛等追尔小辟 赵岁驱赴江环 今日奉浅 仲远等于是奔退 王乃进击赵 赵军大败 赵宇仲远 杜律遂相宜祖 久而不合 侍龙请前费帝纳赵女为后 赵乃大喜 侍龙后礼遇赵复落 身世悲下 随其所为 五感为者 赵宇天光 杜律更自信约 然后大会于寒灵山 战败 赵奔进阳 遂大略并舟城内 谢武王自业尽讨之 赵遂走于秀 戎 王又追击 杜赤红领 破之 重病降散 赵窜于穷山 杀索成马 字役于树 王收而葬之 赵果于战斗 没有征伐 长居封守 当时诸将扶其财力 而粗托少至 无将领之能 容虽其其胆绝 然美云赵不过江三千骑 多则乱矣 赵帝至虎 钱费帝封为安定王 票其大将军 四周刺史 开府一同三司 与赵俱走 现武王秦之于梁郡可兰南山 设之 后死于晋阳 尔朱雁博编辑 戎尔朱雁博 荣从帝也 祖侯贞 高祖时并安二周刺史 史昌 侯 傅买贞 世宗十五位将军 初为华周刺史 燕博信和后 世贺奉奉朝请 累迁奉车都位 卫荣府长使 元业立 已为适中 钱费帝钱莫龙花佛寺 燕博敦欲往来 由有秦桓 费帝继立 尔朱赵已己不预谋 大为奋会 江公侍龙 赵令华山王至兼尚书菩舍 北道大使为御赵 赵犹不适 世龙父前燕博自网欲之 赵乃指 吉桓 帝燕燕博于显阳殿 时事中元子公 黄门狼斗愿并适作 燕博曰 元世中彼为都督 与臣相持于河内 当尔之时 旗鼓相望 渺如天阁 宁妻同事陛下今日之欢也 子公曰 宽通有言 犬费妃其主 他日之事永安 由今日之事陛下耳 帝曰 元世中可谓有射钩之心也 遂令二人集罪而罢 寻处使持节 跳齐大将军 又光禄大夫 马场大都督 风伯邻俊开国宫 后晋爵为王 又谦司徒 于食言汉 又劝燕博解司徒者 乃上表逊位 赵许之 博除一同三思 世中 燕博于兄弟之中 插无过患 天光等败于寒陵 燕博欲领兵屯和桥已为生世 世龙不从 及张劝等眼 习世龙 三 燕博实在尽职从 长孙志等于神虎门启臣齐县武王义功继阵 江楚尔珠 废帝令 摄人郭重报燕博之 燕博狼狈出走 为人所执 徐宇世龙同斩于昌河门外 选守于胡思春门树 传守于齐县武王 先是 若中瑶曰 三月末 四月初 杨辉伯土蜜珍珠 又曰 头去向 脚跟齐 屈上树 不虚踢 致事并验 帝仲远边际燕博帝仲远 颇知书记 宿宗末年 而朱荣兵威烧盛 诸有企业 帅多见从 而众远摩写荣书 又刻荣印 与尚书令史通位奸诈 造荣其表 请人为官 大得财货 以资酒色 落魄无行 吉孝庄吉作 除直寝 宁远将军 步兵校尉 寻特厨平北将军 见兴太守 顿秋县开国侯 亦五百户 后加散其长室 即改郡立州 千史迟节 车继将军 见周刺史 家世忠 晋绝为宫 增亦五百户 寻改风清和郡 又加车其大将军 左光路大夫 转史迟节 本将军 徐州赐史 兼尚书左仆舍 三徐州大刑台 寻进都三徐州诸军事 于如故 众远上言曰 将统参左 人 属部族 事须再道 更普以冲其缘 切见笔来形台 彩幕者皆得全力中正 在军定地 斟酌寿官 经求兼致 全祭军要 赵从之 于是随情捕兽 肆意俱敛 尔朱荣死 众远乐众来向京师 攻陷西衍州 江碧东郡 庄帝赵诸都将落意尽讨 并为众远所败 又赵都督正先护及又为将军赫跋圣供讨之 盛战不立 仍将众远 循尔朱赵入落 先护众散而走 前费帝立 除始迟劫 市中 都督三徐 二眼诸军事 跳齐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徐州刺史 东到大 都督 大行台 静绝彭承王 循家大将军 右肩尚书令 静步之州 遂震于大梁 众远前时请准昭氏 在军明邹 帝兰起 孝儿许之 其四情如此 附近都东到诸军 本将军 远周刺史 于如故 众远天性贪暴 大宗富足 污之以返 卧其家口 不及财物 皆已入己 丈夫死者投之河流 如此者不可胜数 诸将富有美色者 卧不备其淫乱 自行仰以东 疏税息入其军 不送经诗 识天光控官佑 众远在大梁 照聚并周 侍龙居精益 各自专字 全墙 莫比焉 所在并以贪虐为事 于是四方解体 右家太宰 解大行台 众远专自由聚 方之艳博 是龙最为无礼 东南牧手下至民俗 彼之豺狼 特为患苦 后宜屯东郡 率众与杜律等聚其献武王 而诸照领其数千字进阳来会 君赐阳平 王纵以坚说 众远等蝶相猜疑 狼狈顿走 后宇天光等于寒陵战败 难走东郡 仍奔萧衍 死于江南 帝氏龙边际众远帝氏龙 自荣宗 宿宗末 未执斋 转直寝 后奸直阁 家前将军 而诸荣表请入朝 灵 太后遏之 令氏龙亦靖阳未遇荣 荣因欲留之 氏龙曰 朝廷遗凶 故令氏龙来 今若遂住 便有内辈 非计之善者 荣乃遣之 荣举兵难出 氏龙遂顿走 惠荣于上党 建议出 除几世皇门侍郎 庄帝即位 乃特除世中 领军将军 左卫将军 领左右 四周大中正 丰乐平郡开国宫 十亿一千二百户 又除车齐将军 兼领军 额寿左光路大夫 兼上书又蒲舍 寻吉珍 元昊逼大梁 赵甲仪同三思 前军都督 镇虎劳 侍龙不关世事 无将率之 略 昊继刻行阳 秦行台阳玉 四 氏龙巨儿顿环 庄地仓族北巡 氏龙之最也 驾在河内 甲票齐大将军 行台右蒲舍 都督襄州诸君士 襄州刺史 当州都督 及车架还宫 除票齐大将军 上书左蒲舍 涉选 左右相出入 又以庭年格取式 颇为伟志所称 又请解释中 赵家散其常事 庄地之江土耳朱荣也 或有榜世龙门已沉其壮者 世龙风已成荣 劝其不入 荣自是微强 不以为意 遂手毁秘书 拓地曰 世龙无胆 谁敢生心 吉荣死 世龙凤荣期 烧西阳门率众夜走 北宫河桥 沙五位将军西翼 率众还站大厦门外 朝野阵距 幽在不测 庄地浅前华阳太守断玉未遇 世龙斩之已训 惠里苗烧绝和良 世龙乃北顿 见周刺史陆西至必成巨首 世龙攻克之 尽杀成人已四其份 及至长子 与杜律等共推偿广王夜为主 夜以世龙为开府一同三司 上书令 乐平郡王 家太父 行司周睦 增亦五千户 先父经师 惠赵于何阳 赵济平经义 自已为公 让世龙曰 叔父再朝多时 耳目 应广 如何不知不闻 令天助受祸 暗见瞳目 声色甚立 世龙训辞败谢 然后得以 世龙深恨之 时众远亦自华台入京 世龙与兄弟密谋 以原夜疏远 欲推力前废地 而尔尔诸杜律亦在宝剧 乃曰 广陵不言 何以主天下 世龙兄燕薄密向敦遇 乃与杜律同往龙花佛寺观之 后知能语 随行费力 初 世龙之未仆舍 自幽不了 乃取上书文不在家省月 性聪解 积时余日 然后逝世 又为耳珠荣威 身自克免 留心己岸 望街宾客 遂有 解了知名 容死之后 无所顾担 即为上书令 尝使上书郎诵游道 行心在其宅听世事 东西别做 授纳诉讼 称命施行 其专字如此 既总朝政 生杀自由 功行淫义 无负未必 信任群小 随其语夺 又欲收军人之意 家饭除寿 皆以将军而兼散职 都将兵力无虚好者 自此无等大夫 遂至伟烂 又无原献 天下见之 武定中 齐闻相奏皆罢 于是始格其弊 世龙兄弟群从 各拥强兵 割拨四海 及其暴虐 奸产屈库多见信用 武武 温良明氏 韩玉复心 于是天下之人莫不厌读 世龙寻让太父 改寿太保 又顾此 前废帝特至一同三师之官 赐上公之下 以世龙为之 赠其父买真史持节 世忠 乡国 陆尚书氏 都督定向清齐纪五周诸君氏 大司马 定州刺史 及其县武王起义兵 仲远 杜律等愚状 世强不以为律 而世龙独身忧孔 及天光战败 世龙请出收兵 前废帝不许 世龙令其外兵参军阳书渊丹其持赴北中 简阅败众 以赐内之 而胡思春未得入城 鬼说书渊曰 天光不下阶 世西人 闻其欲略惊 千兜长安 宜仙内我 以为其辈 书渊信而内之 春季至乔 尽杀世龙党父 令刑台长孙志义却奏状 别使都督甲智 张劝律其眼值世龙与兄燕博 据展之 十年三十三 初 世龙曾与吏部尚书元氏郡沃说 忽闻局上虚然有声 一局之子尽皆道立 世龙甚乐之 世龙又曾骤寝 其妻西世乎 忽见有一人 持世龙首去 西世经不旧事 而世龙寝如故也 寄绝 为妻曰 向梦人断我头去 义书不是 又此年争月会日 令 蒲并部 上省 西门不开 忽有河内太守田贴家奴告省门亭长云 六 今代为令王借车 终日余落宾游关 至晚 王环省 将车出冬夜门 七 始绝车上无入 请为祭时 时世龙封王 顾呼为令王 亭长已令 蒲不上 西门不开 无车入省 兼无车寄 此奴故臣不已 功闻列宿 上书都令使谢远一位忘有假戒 白氏龙父曹推检 时都关狼木子荣穷揪之 奴言 初来时至司空抚兮 御向省 令王闲迟 前二房隔桌一刀催车 车入 到省西门 王 闲牛小 细于雀下槐树 更将依轻牛驾车 令王柱白沙高顶帽 短小黑色 八 兵从街群如裤者 卧板 不似常识福章 遂浅一力将奴送入省中 听是东阁内东乡第一屋中 其屋先长闭月 子荣以西门不开 忽言从入 此屋长闭 奴言在中 结其虚网 奴云 此屋若闭 求得开看 屋中有一板床 床上无席 大有尘土 兼有一瓮你 奴扶床而坐 兼化地细弄 瓮中之你亦卧看之 定其毕者 因无事焰 子荣与谢远自入看之 户必及久 全无开计 即入 扶床划地 宗旭丽然 你亦福同 方之不谬 据以此对 世龙怅然 亦以为恶 为己见诛 世龙帝是成 庄帝出 为宁朔将军 不兵孝位 鸾城县开国伯 又特处辅君将军 金子光路大夫 左卫将军 寻家世中 领域使中卫 世成人才伟劣 被缘而已 及缘号内逼 赵世成首换缘 世龙弃虎劳 不暇追告 寻为缘号所勤 鸾沙之 庄帝还公 赠使迟节 都督督纪周朱军士 票其大将军 司徒 纪周刺史 追封赵俊公 事成帝弼 自辅伯 前 未帝出 为散其长事 左卫将军 封朝阳县开国伯 又除车其将军 左光路大夫 领左右 改封和坚俊公 寻为票齐大将军 开府一同三司 青州自始 天光等之父寒陵也 侍龙以其府长始房摩奸上书 为齐州刑台 赵牧士马 以去四读 缺必总东阳之众 亦复乱成 以阳升北渡 以为吉角之士 及天光等拜 必乃环周 侍龙祭秦 必欲奔萧衍 术语左右歌必为曰 必帐下都督 冯少龙为必信代 乃说必曰 金方同气阔 须耕曰蒙 以可当心 立血 侍众已信 必乃从之 遂大吉布下 必乃巨胡床 令少龙持刀披心 少龙应推刃杀之 传守经师 耳朱杜律编辑耳朱杜律 荣从腹地也 笔谱少言 魏统军 从荣征伐 庄帝出 除安息将军 光禄大夫 丰乐乡献开国伯 寻转安北将军 朔周刺史 副除军周刺史 九 后加散其常事 又魏将军 又除魏将军 左光禄大夫 兼京姬大都督 荣死 与世龙父晋阳 元叶之吏 以杜律为太尉公 四面大都督 封长山王 于耳朱赵入落 赵还 晋阳 刘杜律振经师 前费帝时 魏史迟节 世忠 大将军 太尉 兼上书令 东北到大刑台 与众远出聚一齐 齐县武王兼之 于耳朱赵遂相一二 自败而还 杜律虽在君荣 聚脸无厌 所致之处 为百姓患读 其母山士闻杜律拜 岁慧愤而发病 极杜律志 母则之曰 辱继何国恩 无状反叛 我何忍见他屠戮如也 言忠而足 识人怪异之 后解大刑台 总历长孙志 战于寒陵 拜还 胡思春先聚何良 杜律律公之 会大雨 昼夜不止 是马皮 顿 宫使不得失用 遂惜走于磊波金 为人情职 春求之 宋于齐县武王 王宋于落 斩之都市 耳朱天光 编辑耳朱天光 荣从祖兄子 少永绝 善公马 荣亲爱之 没有军荣试药 长欲谋策 孝昌末 荣将雍众难转 与天光秘义 寄聚并似 仍以天光为兜将 总统四周兵马 宿宗崩 荣相经师 以天光射行四周 为以后事 建议出 特处辅军将军 四周刺史 长安县开国宫 十亿亿千户 荣将讨葛荣 流天光在周 正其根本 为之曰 我身 不得智处 非辱无以称我心 永安中 家世中 金子光露大夫 北秀荣第一酋长 寻转魏将军 大将军 元天幕东征行稿 赵天光以本官 魏史持节 甲镇东将军 都督 逆天幕 讨破之 元昊入落 天光与天幕 惠荣于河内 荣发之后 并四不安 赵天光以本官 兼上书仆社 魏并四云横朔 厌魏显焚九州刑台 仍行并周 唯以安静之 天光至并周 不焚约乐 所在宁吉 浩破 循环京师 千票其将军 加散其长室 改封广宗俊宫 曾亿亦千户 仍为左卫 将军 建议元年夏 万四丑奴建大号 朝廷幽之 乃除天光使迟劫 都督拥其二州诸军事 票其大将军 拥州赐史 率大都督 五位将军赫拔月 大都督侯莫沉月等一桃丑奴 天光出行 违配军事千人 照发京城以西路赐名马已给之 拾东庸赤水蜀贼断路 赵氏中阳坎先行小魏 并争骑马 坎虽入魏牢 而蜀迟移不下 天光碎入关机破之 捡取壮剑已冲军事 吸收骑马 至庸 又睡明马 合得万语匹 以军人寡少 亭流未尽 容遣则之 仗天光一百 容赴遣君事二千人已赴 天光令赫拔月绿千其先驱 至其周界长成熙与丑奴行台 为持菩萨相遇 遂破秦之 或其事三千 不足万语 丑奴弃其周走还安定 至山于平庭 天光发拥至其 与悦合适于千位之间 亭君木马 宣言远近曰 今时将热 非可征讨 待至秋凉 别量尽止 丑奴眉浅窥掺 有职诵者 天光宽而问之 仍便放浅 免者传其待秋之言 丑奴未以为时 分遣诸君散营农价 在其周之北百里金川 使其太尉侯福侯元 尽领兵五千 据显丽山 且耕且守 在其左右 千人以下为一山者 乃富数处 天光知其是分 岁密岩背 不时 浅浅倾其先行断路 以防贼之 与后诸君敬发 魏旦 公为原近大山 拔之 诸所扶植 并皆放散 须于之间 左右诸山西来归款 前去荆州百八十里 通业静静 后日至成 贼荆州赐使侯几长贵仍以成将 十 丑奴弃平平而走 玉区高平 天光浅月倾其脊椎 明日 及丑奴于平梁长平坑 一战秦之 天光宁便共逼高平 城内直送萧宝银而降 贼行 台湾四道落率众六千人入山不下 十高平大汉 天光以马伐草 乃退于城东五十许里 西众木马 于是京 宾 二下 北至灵州 贼党拮据之类 并来归降 天光浅都督长孙邪利律二百人行元周氏以振之 道落昭又成人来眼 袭杀邪利并其所部 天光与岳 岳等持复之 道落出城巨战 赞交变退 追杀千余人 道落还走入山 成复降复 天光浅未遇 道落不从 乃率众西一千屯山 聚显自首 荣则天光施邪利 不获道落 父前使杖之一百 赵将为散旗 常侍 辅君将军 雍州赐史 薛爵为侯 天光与岳 岳等父相千屯讨之 天光申讨道落 道落战败 帅数千旗而走 十一 追之不及 岁德入笼 投掠洋贼帅王庆云 庆云以道落 萧果绝伦 德之甚喜 便为大事可图 乃自称皇帝 以道落为大将军 天光御讨之 而庄帝平斥 荣赋有书 以笼中显遂 奸天圣鼠 令代冬月 而天光之岂可至 乃绿珠君入笼 至庆云所居水落成 十二 庆云 道落出城巨战 天光复射众道落臂 施功还走 破其东城 贼遂并驱西城 城中无水 众俱热渴 有人走将 颜庆云 道落欲突出死战 天光恐施贼帅 尽兴未已 乃遣为庆云曰 历驱如此 可以早将 若未感觉 当听诸人今夜共议 明晨早报 而庆云等既得小缓 待夜突出 报天光云 请待明日 天光阴未曰 相知虚水 今为小退 任取何隐 贼仲安月 无腹走心 天光逆使军人多座木枪 各长七尺 至黄昏时 不立人马为防卫之事 周扎立枪 要怒家后 又扶人枪中 被其冲突 兼令逆赴 长梯于城北 其夜 沁云 道落果便突出 持马先进 不觉至枪 马各商倒 扶兵便起 同时擒获 与众皆出城南 欲枪而止 城北军事登梯上城 贼屠路穷起降 至明晋收其杖 天光 月 月等一夕坑之 死者万七千人 分其家口 于是三秦 何 未 瓜 梁 善善贤来款顺 天光顿君掠阳 照赴天光前官爵 寻家世忠 一同三思 增益至三千户 秦州成名谋杀赐使洛超 超爵 走归天光 天光赴与月 月等讨平之 南秦华成人谋害 刺使新秦贤 十三 秦贤走赴天光 天光浅失灵之 往皆刻定 初 贼帅下周人肃秦明达将天光于平良 后赴北走 收据部类谋为逆 工匠人赤甘麒麟 欲并其重 麒麟请就于天光 天光浅月讨之 未至 宁达走于东下 月文荣死 故不追之 仍还荆州已带天光 天光亦下笼 宇月图入落之策 静至雍州北 破叛以宜 赵浅世忠朱锐亦天光未遇 天光与月谋 遇令地外奔 别耕推力 乃平起云 陈时无一心 为养奉天言 以身宗门之罪 又其下辽蜀起 云 天光灭有一图 愿思胜算以防威益 既而庄帝尽天光绝为广宗王 原夜又以为陋西王 吉文尔诸照已入京师 天光乃清齐相都见世龙等 寻遍环庸 世龙等亦废原夜 更举亲贤 前使告天光 天光与定策立前废帝 又加开府一同三司 兼上书令 关西大邢台 天光北出下周 遣将讨宿秦明达 秦之送落 十废也头帅和斗陵伊利 万四寿落干等 具有何悉 十四 未有所付 天光以齐县武王起兵信都 内怀悠孔 不负北市伊利等 但微前辈之而 以 又除大司马 于十县武王一军转胜 尔诸照 众元等既经败退 世龙雷使征天光 天光不从 厚令胡思春苦要天光云 非王无以能定 岂可作看宗家之虐也 天光不得已而东下 宇仲元等败于寒陵 胡思春等先还 于何良聚之 天光既不得度 西北走 欲宇不可前进 乃之或之 于杜律送于县武王 王志于落 斩于都市 年三十七 尔诸专字 分裂天下 各具一方 天光有定关西之功 差不酷报 比之赵与众远未不同意 论编辑 使臣曰 尔诸照之在尽阳 天光之巨拢右 众远镇汉东南 侍龙砖禀朝政 与实力君费主义于义齐 庆赏微行贤出于己 若使不得行义 幽公妄思 纯齿相依 同心协力 则磐石之故 未可徒也 然是拥财 至实无远 所争为权势 所好为财色 辟诸兮贺 有甚豺狼 天下失望 人怀怨愿 遂令禁敌的容参间 心腹内祖 形影外合 是以广阿之意 夜落冰离 寒陵之战 土崩瓦解 一旦舔灭 岂不哀哉 传称诗刻在何 诗云贪人败类 贪而不 何难以记忆